中文的我们还会唱,为什么?当初翻译翻下来说,所以就这样子。 那么跟俄国人在意到呢,也不能跟他们同一语言。 可是我们有一批人呢,是在伊宁,新疆跟着俄国人手续。 他们讲的俄文都讲得非常的流利,可以跟他们交谈。 那么俄国人可能也是因为两边的高阶层处得不好, 俄国人就都走了,可是我们不能知道这个原因, 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公开,为什么俄国人走了,不晓得。 这就是真空啊,就留着那些飞机了, 人事飞机当时就打了很多挺不错的仗, 可是日本以后就是临时出来。 临时出来是怎么会适应呢? 是我们有一个同学,叫颜承志。 后来因为怕着日本人在他家乡,来找他的麻烦。 韦军找到麻烦一个改名,叫颜雷。 他就和,当初他的教官, 这教官就跟陶子生爸爸是一期的。 这也姓陶,叫陶乃干,是个苏北人。 就跟他们一到,俄国人丢了很多这个, 废弹的延期的引信等等。 他第一,就在学校里就看到这批东西呢, 心里就在研究,说如何把这种飞机上面呢, 给他装一个延期引信的炸弹。 那么在,把这个炸弹呢,上面带着有一个小伞。 那么,他给做这个设计。 这个陶乃干,那是他的军舰教官。 这军舰教官就帮他去设计这个弹, 去设计成了。 设计成在,在这个昆明试验了多少次, 都很有效,很有效。 比如说,那时候的这个校长, 汪淑明将军就说, 你这个,你可以来跟这个第四大队大队长去商量。 那个大队长叫郑少渝。 那么,一时候他就, 那时候部队也是飞这种飞机。 所以,他就带着这个弹, 就到了重庆。 那时候重庆就是所谓的大轰炸的时候。 大轰炸都是很大的一个大编队。 这个大编队, 要是一定的方向是很难来变, 实在是变得太大。 那时候我们监视哨很好。 这个敌机从这汉口起飞, 各地方的监视哨就爆。 有的是听到鸡声隆重, 这边就可以判断出来是轰炸机群。 那么,有两点, 地方抱着就可以知道方向往哪里去。 所以这边呢, 防空的飞机呢, 就可以按照自己的计划, 因为油量都很短, 按照自己的计划, 飞到有力的这个高度, 就在巡逻, 看轰炸机来, 从前是用机枪去打。 他这次想, 就在他的前面呢, 用这个, 援起引擎炸弹了, 把那机群炸掉。 就投得早了一点, 投得早一点, 那个日本这个, 这个, 这个边队就都, 就都心散了, 就各自回去了。 从那以后, 没有空袭了。 没有空袭了, 在重庆他们就觉得很安定了, 就是觉得好像是, 不会再有战争来了, 或者日本怎么样了, 其实不是这回事。 日本就是开始, 那时候已经在南进了, 他已经跟美国的海军在这里, 起来珍珠港湿北以后, 跟美国的海军在中头岛, 一直到新基内亚, 这一带的海域在那边交战, 所以他急需要, 就空中的武力来支援它。 所以那时候他就开始设计了这个临时飞机, 这种临时飞机是什么样子呢? 这种临时呢, 就是他拿出来试验的这个临时。 这个临时呢, 是这个, 可以说在这个空军的历史上是非常特殊的, 非常特别的一个武器。 它具有长性能, 具有强的火力。 那么, 航程又来得远。 他, 当初他就把这个飞机, 就来开始, 来跟中国海民共空军来作战的试验。 这试验的意思呢, 就是他要试验远航。 为什么要试验这个远航呢? 远航, 它才能在海上去支援这个, 这个日本的海军, 跟美国海军来作战。 所以他用这个飞机, 就从这个汉口起飞以后呢, 就直接就飞到我们的大后方。 原先, 我们是以为这个敌人都会是从东边来, 来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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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炸重庆的。 可是他这次呢, 是一支飞到清海西藏去。 从那里, 从后面, 转弯过来, 我们的机缺还在这边来顾虑, 到这个, 敌人可能从东方来, 其实他从西边来。 所以这个战争就开始打了, 第一次的世界。 大家都不知道这是什么飞机, 已经被打了, 还不晓得。 因为有一种是要在空中做这个缠斗的, 这次飞机打了。 那么, 这次飞机打了以后呢, 还是有戒心。 这陆续的又没有什么空隙了。 可是等到第二年的3月14日, 那他就是用这个滚枪的一个机队, 完全成熟的机队, 还是用它原来的办法。 从汉口一直飞到西昌, 一直飞到成都后面, 然后又从西方来打我们。 所以这是我们, 这个战争当中, 在日本的那个, 出了一本书叫《灵士》里头都记得这个战役。 这个战役我们有多惨呢? 这个战役我们有这个大队长, 黄光瑞被打死。 副大队长秦泽流被打死。 中队长周灵虚牺牲。 从大队长到中队长到建西冠, 那边死了很多很多的人。 死了很多的人之后, 这个棺材, 台湾的这个观音堂, 所有都摆满, 也摆满摆满。 这个战役打得很苦。 当然我也有好, 有三个很要好的同学死在里面, 一个程彭阳, 袁芳炳, 何的想似的, 还有一个叫林衡, 林衡就是李慧英的弟弟, 那就是梁思成李慧英, 你们都知道怎么办。 那么是他的弟, 也打死了。 那么这个以后呢, 就不使得这个部队的, 委员长发怒, 就取消这个部队的番号, 说我的新的飞机刚刚到, 你们就这样子, 就让日本人打这样子夸, 一定都是人毛不脏, 这样的事情。 然后每一个飞行员呢, 身上挂一个尺子。 这东西是, 对于这个, 对于这个服役的这个年轻的军人, 这个心情, 是感觉到非常的痛苦。 同样的部队, 这个部队打了白仗了, 别的部队都, 同僚都不大愿意跟我们谈话了, 你们倒霉部队, 我们不要跟你谈话, 而且后来派到这个部队来, 都不愿意来这个部队。 这当然, 那个时候的领导和指挥的方式, 是会有这种情形。 不是像现在, 好像用更科学的办法, 来做行政管理。 那么现在的指挥官, 就不可能再采取, 跟这个同样的办法来。 那么这个尺子挂了之后, 于是非常善改, 就碰到这个, 这个,这个, 中美火火团组织成, 所以就把这个部队, 你们算了, 你们去跟他们, 都派你们跟洋人一道去, 就是这样子。